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三分钟 刚才演奏的这个是中国的花盆鼓 然后这四面鼓是中国的牌鼓 中国的鼓跟西方的鼓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鼓最大的不同 或者他们之间任何一个鼓的不同 最大的就是他们的音色不同 可是在一些演奏的技法上 它会是一样的 因为人都是有两只手两只脚 实际上你说牌鼓这个东西是中国五六十年代改革来的乐器 它 它 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应该算是传统的 因为它更像tempany 更像低音鼓 实际上是模仿他们来的 不会有固定音鼓 不像低音鼓 那么因为乐队改革 然后想乐队就是教养话 所以说才出现了牌鼓 它全程好像是叫定音牌鼓 就像是你一样的 那儿就像是一个最大的鼓 一样的音牌 就像是一样的 一样的音声 看着我了 就像是一样的 像是一样的 像是一样的 你一样的音牌 看到一样的音牌 对 从来的音牌 都想到一样的音牌 好 就像是一样的 你一样的音牌 就像是一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